好 一年级的小朋友 你也没有什么东西 哪里都没有出来 小朋友寻找自己喜欢的书籍 拿了后就到桌上开始阅读 进入书中的世界 探索里面的知识 台中南区福伦社为了帮助偏乡小学 提出翻转教育计划 并捐助补助金 从此中由乡内八所国小的图书 要提升小朋友的阅读人力 并增进自我的竞争力 也可以了解更多知识 然后图案上面也有很有趣的事情 让我们知道 我们购买了3500本的图书 30个书柜 三部电脑跟三套软体 那这些书以后送到我们中疗厂各校之后 我们开始会来推动阅读 那我们透过推动阅读 我们可以提升孩子的基本能力跟教育力 我相信阅读的力量是很大的 都可以充分开中孩子的想象力跟创意空间 请接牌 有多位贵宾共同接牌下 联合图书馆也正式启用 中疗厂许多学校资源有限 为了缩短陈江间的差距 符轮社希望引进突出的资源 引发学统的学习动机 提升自我的竞争力 读书馆成立后 可以协助学生累积阅读乐趣外 也能增进学生的语文能力 议员廖云显也很鼓励小朋友 能多利用点时间阅读书本 替未来奠定良好的学习基础 这些学生要看书方面 就够真的坐书本来参业 人家说书中旅有黄金屋 今天这个书本这么多 在这里我相信说 在我们广乎国小的学生 能够好好来给他认读 来给他理坐 相信对他们以后买 这些国中 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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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们的帮助非常厉害 小朋友专心阅读喜欢的书本 就能看出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道理 也相信藉由引进图书的资源 能缩短成江县学统的教育水平 提升未来中疗子弟的社会竞争能力 民意新闻 中博军 中疗长报道